字幕提供 歡迎來到交視片場 PARTIC PHOTO.HK 承接了上一集 我們講到 新手怎樣選相機 我們只是講到Full Frame以下 最高是去到APS-C 我們上次假設你不打算升Full Frame 我們就建議大家 這部 但是如果你上升 那就糟糕了 不是叫上升是否下定決心 我們一定要攝影這條路不回頭 應該是倒轉 下定決心是不會上Full Frame的 那你就選這部 萬一你有可能上Full Frame 那你就不用想了 你一定不選這部 除了Canon之外 另外一個品牌也是Mountain Mom用的 哪個品牌 想不到啊 富士 富士 我不是說過很多集的了 GXR那些才是Full Frame 好了 我們現在承接上上一集 答案就是 如果你有可能要升級做Full Frame 應該怎樣選擇 富士和Canon的M 你都不要留 因為假設你將會升級 有可能需要 那些鏡頭有個過度的性質 或者那些Mountain是一樣的 可以立即使用到 那有什麼牌子可以呢 那Sony 我只認識Sony Nikon 我只認識Nikon 這個也有出Full Frame 但是 它就沒有APX性上 有 你可以吸進去 好啦 那我們先撇開這個東西 當現在我們新手入門 一選就選Full Frame 那怎樣選呢 先選一部便宜的 先選一部便宜的 便宜來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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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便宜便宜 RP RP 很便宜 Canon的RP 那你認不認同這部是一部好機呢 不要碰 很難用 很難用 電又很快就完 其實這部是一部 我們台不拍得像的 這部是一部Beta機來的 原來來說 是Canon去尋找Full Frame 無反世界來說 初號的實驗機來的 因為 實驗 一個便宜一點的價錢 看有多不多人入 然後慢慢 一層層上去 其實都不算初號 是先出了R C才出了R 這兩部都是Beta來的 那你便宜才有多人入手 才會慢慢去 有人買鏡 然後慢慢餵一些貴的機 慢慢上去 因為它其實 最初出一部R的時候 那些人對它來說 因為其實它的鏡頭很貴 那它就想著 可以買單的時候 你可以 進入Full Frame 出一部便宜的機 誰知道原來都是買得不好的 但這部機很難用的 其實如果你說 認真來說 Canon 你要入門 而那部相機是用得久 或者是 都夠用 其實R6是走不掉的 但是R6的價錢 再加上它的鏡頭 我想不到為何要用無反 是 因為實在是重 重 而且大 所以我們的立場就是這樣 我們各個的意見都有 我們先說了我們的意見 那麼 我們一向都是Sony Fanboy 是呀 沒錯 怎樣是呢 其實我用了很多年 認識我的人全部都是 那麼多年來都是用Canon 當然有用其他 我也是 用Canon很多年 去到MD Mark IV 因為單反年代 是 不斷上去的 譬如去到Phylm 然後去到 單反的APS-C 然後去到Full Frame 其實很熱愛的 很喜歡那種顏色 拍女人拍BB 我經常都強要用Canon 但現在無反年代 為何我們會轉用Sony 首先是十年前 我用了Sony這個APS機 就發現 原來竟然可以這麼小的相機 可以認到有質素的效果 誰覺得我們還是繼續留戀 這麼大部的Phylm相機 或者大部的數碼相機呢 現在呢 它已經發展非常之成熟 剛才Canon說 Sony在十年前 其實已經踏入了無反的世界 亦都是這樣說 無反的世界裏 其實Sony是最老之格的 可想而知 它的鏡頭群也是最原備 副廠鏡頭的支持 亦都是最厲害 選擇得多 如果你說又要便宜又要漂亮 又要多選擇又要多朋友 Sony是不易之選 因為你有些很便宜很輕 畫面質素很好 對焦速度很快的機 但剛才我們說的那些東西 記不記得上一集我們說 旗艦機的操作體驗 Sony是給不到你的 因為Sony呢 它剛才說的東西 全部都做得很頂尖 但是它怎麼這樣呢 都像一部玩具機 但對於新手來說 可能對你來說 你沒有包袱的 因為我們在單反年代 過渡過來 對我們來說 那部機的性能 操控感 Manuel的設計 是很重要的 我們有一個固有的概念 但如果你沒有概念 其實可能Sony的A7C 或者A73 是一個非常便宜 亦都是非常多選擇的 一個選擇 重新學習的時候 由零開始 因為你沒有東西要適應 然後Sony就是 你所有建議 都對於你來說是新的 根本上沒有比較之下 其實就沒有問題 是的 除了Sony之外 我又想提起Nikon Nikon的Z5 亦都是一個很好的 Full Frame入門的選擇 因為Nikon 其實Z5來說 入門的價錢 都是相對低的 它的鏡頭選擇 雖然不多 但是因為Z Mount 本身 如果你是想著 接下來 都會繼續 在無反的世界去使用的話 Z Mount 其實可以說 在物理上 是完勝 其他所有品牌的 簡單來說 因為它的Mount 比較大 入光量比較高 它設計鏡頭的難度 也都相對低 所以 它是比較容易 去做到一些 更加高光學質素的鏡頭 但是 亦都這樣說 因為它的Z Mount 其實都是Sony去做的 直至現時為止 是的 好像Z5這樣的機種 其實要對應的話 可能它會比A7C 稍稍慢了半代 你就要自己衡量一下 但是其實 現在Z Mount的機 Z6 亦都是一個 非常值得買的 選擇 因為Z62出了之後 其實Z62和Z6 是用同一塊CMont 但是 它便宜很多 但是因為它是一個 便宜套 這裏太複雜了 可能入門來說 未必理解得很好 但是我可以夠膽地說 Z6是可以救你用 接下來五年 而今天的價錢 已經是回落了 亦都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看你自己怎樣想 Colin你有什麼意見呢? 我對NICON的意見就是 就是 實際工作 向前衝 按鈕 很好按 耐用 鏡頭質素很高 即是它給你的話 一定很高質素 但是不同Sony Sony是有很多種的選擇 有很貴很便宜的選擇 沒錯 其實它的按鈕真的實在很多 而且使用起來 是會順手很多的 我自己覺得 學攝影 是應該是NICON 而不是Sony 因為Sony 在攝影邏輯來說 是不同的 是不對的 是不通的 但是你不要管 它現在 很多人用 因為現在很多人 都不只是拍照 又是拍影片 又是另一個 看法 是的 我們說了 Canon Sony 和NICON 其實Full Famine 是否都說了 事實上還有其他牌子 Panasonic 你經常用的 你經常用的 L-mount L-mount 裡面有三個牌子 Panasonic Sigma和Leica Sigma的機 入門來說 我就勸你不要 理論上 那部是Video機 千萬不要聽人亂說 那部機 要玩這麼久的攝影 你懂得享受那種 器材給你的限制嗎 你才好買 哈哈 買製造 如果你很有錢 不缺錢 其實剛才那些品牌 你不用了 直接買Leica Leica 是L-mount S-L 你現在說的很有錢 是很有錢 最後就是Panasonic 剛才說 NICON的所有好處 其實我覺得 Panasonic都有 但是它有一個最致命的壞處 就是它那個Simon 它是怎樣呢 對焦問題 對 因為普遍來說 這麼多相機品牌 對焦的方式 一來是它的歷史關係 就是它每一個牌子 都是它自己獨有的對焦範圍 而我們一直都會說 很歸舊 為什麼對焦不好呢 它就是用這麼多牌子 很初階的對比式對焦 中間就不會說它有一些AI的幫助 或者如果光暗系太弱的時候 它的對焦都會出現問題 以我用Panasonic的經驗 在這個計算畫面裡面 它是計算得很好 人的身體和頭 完全分開到 但是它就是對焦能力 有點差點 是天生系統原有的原生問題來的 所以很多時候 人們選擇用Panasonic的話 你會見到 就好像我們上一集所說 都是拍片為主 那拍片就說 除了它如果用四身為解決的問題之外 另外很多人不拍片的話 都是用手動對焦的 所以就不以例自動對焦 所以你會見到有些專業的人士 都會用Panasonic來拍片 但是拍照的話 就另外一個故事了 那我做一個簡單的Full Frame總結 那其實呢 簡單來說 就是 我們交涉就會推介 性價比最高 應該就是Sony 選擇最多 性價比也是最高 但是如果你對操作是有要求 我們應該是強烈建議你用Nikon 那Canon不是不好 各有各家之場 但是暫時來說 它在入門機的價格性價比 說清楚是入門 相對低的 如果你一來就想買最專業的那一部 其實每個牌子都差不多 除了Panasonic 它的頂級機 其他每個牌子都差不多 那麼厲害 只不過Canon的對焦會比較厲害 Canon在暗位對焦會比較厲害 但是Sony來說 它又會在暗位的畫質表現 會比較強 Nikon又有Sony的好處 又有Canon的好處 因為Nikon現在的情況 就是它又在用Sony的Simon 所以Sony有的優勢 但是Sony最大的缺點就是操作 操作 沒有感覺 很煩 Nikon又完全解決這個問題 容易用 甚至它的機身設計 我覺得是比Canon更加好操作 更加堅困的 更加硬的 所以有這麼多機器給你選擇 我們就給了我們的意見 至於你怎麼選擇 就自己想想 或者再繼續爬文章 因為肯定下面很多留言 因為Canon還有一個好處 就是它有很多很便宜的鏡頭 但我是不建議你用的 因為你很快就會覺得不夠用 我們這集其實都是引大家去下面留言 如果沒有什麼經驗的話 可以看下面的留言 再慢慢分析自己選擇 還有多點提問 還有Full Frame 我們暫時還未講複士 下一集我們講複士的Medium Format